好 照相把焦点转到美国 在南加州22号上午 发生了重大的交通事故 一辆载有50位华人的巴士 疑似在高速公路上面 跟一辆轿车发生了擦撞 失控翻覆了 而车上所有的乘客 都只有受到轻重伤 至于说肇事的原因 现在警方还在调查当中 从空中的画面 看到白色的巴士 平躺在公路的下方 车身上写着大正旅游 中英文字样 公路上还留着黑色刹车的痕迹 警方封锁了现场 大批救援人员展开紧急救援工作 其中伤势较重的 被直升机送往医院急救 他们那边给我们的报告 就是说好像有人抄车 抄到他前面去 所以他为了闪避这个抄车 所以才造成车子的意外事件 但详情的话 可能还要等警察的report 出事之后 华人区谋事 搭在旅游总部门口 停放着主流媒体SD车 关注这起重大的车祸 员工表示 巴士的目的地是距离洛杉矶 一个多小时车程的高山赌场 早上10点钟 在210公路往东的路段 发生了意外 没有什么类似这种事情发生 但小小的插状是有 可是这种事是没发生过 受到事故的影响 车祸地点周边的道路大塞车 寸步难行 据了解成立18年的大正旅游 已发财团起家 目前有9辆发财巴士 并无肇事的记录 这几年大陆游客涌入 发财团生意超夯 花10块钱车钱 赌场回赠20块 华人以法逐是趋之若鹜 这次受伤乘客 以65岁以上居多 虽然发财梦碎 但老命都幸运地保住了 东正新闻 吴中国英雄文纪会员 在洛杉矶的 今次判断